战犯改造所建文 审罪原著 10.0053网读马列胡平汉宁冠七年 马列经典读不通胡言乱语 0053者,桂系军队中之某军长也,此人爱与人纠缠,故故隐其名 在战犯所的图书世界书登记本上,0053同学所借的马列主义著作可以说是最多最全的一个 我连翻都不敢去翻的那又厚又大的资本论他居然借过三次之多 这样一位专心致意钻研马列主义的人,在理论方面虽构不上战犯中的权威 至少可称得上是一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吧 出人意外的,他竟在这个问题上被一批再批 说来也有点好笑,他钻研多年的结果,得出了一个那样荒谬的结论 也可以说是他的学习心得吧 不论在学习发言上,甚至在写的强暴上 他一再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和月球绕地球,地球绕太阳一样 循环不停,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后 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又再升到社会主义社会 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当然也和地球绕太阳一样还得继续前进 便又回到了原始公社一样的社会 即没有阶级和国界,社会财富十分丰富 比各取所需更方便 基本上消灭了财产的所有权 并且又恢复到母系社会 儿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了 他的这种谬论刚一出笼 还有些人一下没有弄清楚 因为他长篇大论的发言时 不不人在闭目养神而渐渐如老僧入定 根本没听清楚 所以在他发言完毕后照例点点头 这是表示听到了,没有意见 当然也就等于同意了 当他的发言记录被管理员退了回来 并且要小组长和小组的同学研究一下 他的发言有什么错误时 小组长一看,才在大腿上一拍 大事不好 立刻就有人接着问一声 何事惊慌 当小组长的人可能比组员们要高明几公分 原因是他看过之后才感到0053 在发言时他自己也没有认真听 担任记录的那位同学也没有什么水平 小组长更没有仔细看过一遍 照样签上一个代号便送上去了 管理员是对每一份发言记录都要认真看 有时还要摘一些送到处和局已至到不一集去看 所以他发现0053的发言有很严重的问题才交回小组 尽管他交回时的态度和平时差不多 但善于察言观色的小组长一听就知道不是一件小错误 因为管理员先问他这个记录你看过没有 看过 0053发言后有没有人提意见 没有 你为什么也不提意见呢 天晓得 他也和平日一样在打瞌睡或胡思乱想 哪里能听出什么错不错 因为按照一般情况来说 在学习发言中如果谈文件和报纸杂志 大都是照本宣课 或重复一下文件精神 都是老生常谈 听不听都一样 出不了毛病 只有在生活检讨会上或思想检查会上 那才要一字不漏的听清楚 小组长还得亲自做重点笔记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0053居然有那么大的胆子 在学习文件发言时走了提 而出大毛病呢 当小组宣布整个上午的学习时间研究0053的发言时 的确使他们大吃一惊 原来这位人凶境界谈社会发展规律 污蔑共产主义社会最后便成为共产共期了 0053当然不承认这一结论 可是记录上黑纸白字写得清清楚楚 基本上削减了财产所有权并且又恢复到母系社会 儿女只知有母 不知有父 这不是在骂共产主义最后还是走到共产共期 小组批完大组批草草收场 像这种原则性的错误 立即由小组批判升级到大组批判 每一小组推派一两人参加 最后便提高到全所批判 0053不但不承认他的错误 而且敢于写成强暴 公开贴在新生原地上面用以反驳大火对他的批评 以牙还牙 便又展开一场强暴战 每个人都被小组长动员批评他的强暴 在我当时的日记本上 我发现我只写了两首西江月的打游词 想吓唬吓唬他一下 有一小段的词是这样 警告0053 这回不比往常 不或全胜不收场 后果误须想想 没有料到此军胆量和我一样大 这样几句话岂能吓到他 不过我也是在信口开河 因为不但没有或全胜就草草收场 后果也没有什么 他还是照样和我们一道吃饭学习 既没有按照有几位高喊大叫 给他关进单人房 更没有按照他们的请求 给他盯上镣铐 处长亲自在大会上做出的结论 也只是叫他好好想想自己的错误 虚心听取同学帮助 什么时候认识到错误时 可以在小组学习会上 或在强暴上表达出来 不要背包袱 照常生活等 大会虽这样宣告结束 但许多人思想上却波动了一下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0053看了那么多的经典著作 反而出了这么严重的毛病 管理员便抓住这一苗头 要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毕竟这些战犯还不是被有些人描写的那么愚蠢 经讨论 马上得出结论来 认为0053不过是清出于蓝 而没有能够胜于蓝的一种表现 许多人都清清楚楚的记得 国民党许多反共理论家 不是专门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几年回来 才著书立说进行反共宣传吗 这个秘密一说穿 大家就见怪不怪 并联系到别的一些借口 根据什么书什么报而乱说 对共产党进行指桑骂槐的攻击 不都是同一根源 同一手法吗 管理所对这些无师自通的人口头上都给予了表扬 说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例子 虽然只联系了这么一次 在那种场合下也会使一些人有点飘飘然 第三种类型的人为数虽不多 却也是很值得谈谈 我特意选出一位军统局的老同事 局本部军事情报处少将副处长胡平汉作为代表 这也是想借此说明一个问题 因为过去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老头和老板亲自告诉我们 说军统特务一旦落入共党之手 不是杀头 而是会千刀万剐 信不信由你 我在战犯管理所却见到了将军一级的军统大特务 有二十多人 如张严佛 鲍志鸿 郑熹林 沈靖康 刘崇璞 曾情初 周阳浩 徐远举 廖宗泽 行森周 文强 董义三 岳竹远 黄康勇 郭旭 黄义公 马策 王乐坡 李汉原 陈骏 魏文海 加上我这个小老弟 不但没有被剐掉 而且身上也没伤疤 不过有些顺应自然发展规律 没有等到毕业 便已作股了 这两个文咒咒的名词 是我刚刚翻词典时发现 著名 书晚词 趣事 这笔直书旗寿中正寝 还要文雅一些 第一次被我用上了 因为今年我收到海外亲友几十份贺年片中 有位老朋友在贺卡上写有几句话 其中有 美独百姓必先月大作战犯所见闻 没想到昔日耍刀顽枪之事 金城武文弄墨之人 长者的勉励 使我既感且愧 锁井不能不多翻翻书本了 时写出的东西文雅一点 态度坚决胡平汉宁官七年 闲话已多说了 还是书归正传吧 胡平汉于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毕业后 可能由于高不成低不就 正遇上戴笠想多找一些学军事的人才 来主管军统的军事情报 以免让那些没有喊过例证 绍兮的文人在处理军事情报时 连军鱼也不懂 闹出笑话 所以要军事情报处副处长杜奎 浩亚平云南人士 找几位进来 他便把他在陆大十三期的同学报志红 胡平汉等拉了几位进军统 抗战期间是军事第一 军统局又属于军事部门 军事情报就也显得很重要了 胡在军统任副处长 两年多一点便抗战胜利 军事变得不重要了 胡平汉就被调为设计委员会委员 不久又时来运转 被担任军事调处 负责国民党方面工作的 既代力而任军统局局长的 郑介民看重 调他任军调部什么地区的小组长 这个小组可不小 组长的下面还有一位美国派来的副组长和中共派来的副组长 不论是国民党军队统治的区域还是共产党统治的地方 他们都能进出 除有吉普车代步外 所到之处均受欢迎 但好景不长 国共和谈破裂 军调部撤销 他因为在这一段期间表现甚佳 所以没有待业又转到陆军总司令部去当了部江副组长 当然像他这样一位不大的官 在全部崩溃而逃往台湾之时是轮不到他的飞机票的 所以解放后他硬着头皮去西南的军政大学报了道 进行一下学习 在填写履历表时 他只轻描淡写的附上一笔抗战末期在军统局任过一段时期的副组长 有人问他参加过军统组织没有 没有 他答道 当到军统局局本部主管军事情报的副主管不参加军统组织 这是很难使人相信的 为了这个问题 他从军政大学被送到公安部门的监狱 在对他的讯问中 他始终不承认参加过军统 就在这样一个问题上 这位江西老表表现得十分坚决 无论怎样告诉他 承认了没有什么 不承认反而麻烦 但他却坚持他在军统工作几年 不能算是军统分子 最有趣的是他告诉我 审讯他的工作人员曾对他说过 像他这种情况 只要好好教清楚自己的历史 很快便可以处理 并一再说明 不会关他十年八年 要他不要恐惧 他一听便很高兴 认为不会关押他十年八年 那顶多七年就解决了 所以他便希望等到七年便释放出去 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讲 专门等关满七年 结果成为一个典型 像这一类型的人 在战犯中有几种不同形式的表现 一是以敌级冒充高级 如明明是上校 却硬说自己是中将或少将 而有些则是中将或少将 却说是中校上校 另一种是隐瞒或缩小 自己过去所干过的一切 而有些又故意夸大自己干过的一切 这些形形色色的情况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同为战犯李白英探改造难 思想改造之难 有位熟读唐诗的同学 有次仰天长探之后 忽然高音 改造之难 难于上青天 有人问 这是谁的诗 怎么 你连李老同学的诗都忘记了 这几句说得我都糊涂起来 但忽然一下想起 李白在他的蜀道难 那首诗中写过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我便指出他乱扯一气 他很不服 马上同我争论起来 你读书不会联系实际 我们打败仗当了战犯 在一起改造 不是互称同学吗 我说 对 我们称同学 你怎么把我国的有名诗仙 也大胆叫起同学来 他哈哈一笑 你去翻翻唐代历史 公元757年 李白在安史之乱后 本想隐居在江西庐山 却被勇王李林邀去 他的幕府当一名 大约是什么顾问一类的清官 后来李林违背他兄弟 诉讼的命令东巡 准备夺取天下 被诉讼击败 李白和李林一样成了战犯 如果退到今天 他也许会和我们在一起改造 不会长刘夜郎 走到乌山才预设回来 从他打败仗被俘虏 这一点来说 与我辈差不多 所以称他为李老同学 已经是客气了 在同学之上再加一个老字 便是因为已隔了一千多年的关系 他这番谬论虽然引起许多同学发笑 但他还是一本正经的说 如果李白和我们一样接受思想改浅 可以肯定 他再提起笔来 一定会写伊于西 改造之难 难于上青天 他绝不会写蜀道难这首诗了 因为今天去四川 天上有飞机 地上有火车 汽车 水上有轮船 还有什么难可言呢 虽然这位同学是在开玩笑 但却可以作为本篇文章的一个结尾 思想改造是有些和李白当年去四川一样的困难 改造的历程是需要通过许多的艰辛道路 才能到达如花似锦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的 交代思想问题代理私情未忘 帽子扣下比石头还重 共产党改造罪犯的政策是劳动锻炼与思想改造相结合 目的是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使犯罪的人能认罪符法 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执行这一政策时 是原则不变 但对具体的人采用具体办法 也就是说运用时有灵活性 伸缩性 不是一成不变死板板的 所以对有些人是以劳动为主 有些以学习为主 对待高级犯人 战争罪犯就更灵活了 因为这些人过去不少是参与制定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人 要不就是独当一面或是统帅重兵 都是上层统治者 他们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基本国策下 都能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 可以自己又制定一些临时性的法规 甚至一句话也成了一个地区 或多少万人必须执行的法令 在大发雷霆时 桌子一拍 救人头落地 对于这样一些人 单靠劳动一下能够改造好他们的思想吗 唯物主义者不同于唯心主义者的主要方面是实事求是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所以我们这些人多年来一直是以学习为主 即从思想上进行改造 当然也得要劳动劳动 起码不会像我小时候那样 我在吃饭时掉了满地饭粒 父亲质问我 这样糟蹋粮食 你知道这些东西是怎样来的吗 回答的那么肯定 谁不知道 这是厨房里的王二挑来的 在秦城农场去劳动时 除农忙偶尔全天劳动外 基本上维持半天劳动半天学习 不过我们当中有那么几位 他们的言论至今仿佛仍在我耳边打扰着我 他们一开口 总是说 看你这样拖拖拉拉地 将来释放你 让你去自食其力的时候 你怎么能活得下去 难道还有脸向政府伸手要救济费吗 我每听到这样的话 总忍不住要暗自发笑 并且还忍不住要在背后议论他们几句 有次不知怎么让他们听到了 便质问我 你说我们比共产党还左 我们受得了吗 这不仅仅是打击我们 而是污蔑共产党还不如我们 好大的帽子 这比西藏过去一些奴隶主挖奴隶的眼镜时 使用的石头帽子还重得多 那种石头帽扣在头上 只把眼镜挤出来 好把眼球摘掉 而他们这种帽子好像要让我连舌头也压出来 以便让他们割掉才甘心 当然 我并不太傻 也懂得急流勇退这门巧技 马上来个自我批评 比他们准备加在我头上的罪名还要重 把什么我想要造反 想要借此来污蔑共产党来达到推翻共产党的目的等都搬了出来 即使是说我有一点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之前 但我总承认了自己有严重思想问题 借题发挥这样一顶 他们认为恰如其分的帽子 也可以明金收兵了 养尊处优惯要劳动改造 我虽不是一个牙字之愿必报的人 但也不是什么忠厚长者 而是一个爱说俏皮刻薄化的人 这几个过去批过我的同学 他们几乎都有那么一种相同的认识 释放出去 靠自己自食其力 没有占饭管理所舒适 在那里既不要出房饭钱 连水电费也免收 到时还发衣服帽鞋即日用品 每天只需用嘴巴 批这个逗那个一下就混过一天 所以他们几位都是在里面安度了20多年的清闲生活 于1975年因全部战犯都一起特赦 他们才跟着走出来 当然这样的假左真右分子 是不会让他们留在北京而被送回原籍去安置 我每年出去参观视察或避暑等 遇到其中的两三位时 我总向他们表示一下谢意 如果没有他们那样认真帮助我 可能我出来还会犯原则性错误 所以我照例在我住的宾馆请他们吃一顿饭 以示酬谢 可能这几位人兄已变得比我忠厚一点 他们还很谦虚一番表示未能早日争取出来 我只好真心实意安慰他们几句 均不见惊喜一开场 总是跑龙套的先出来 主角最后才亮相 从整场戏来说 唱压轴戏的也都是明觉 他们点点头不知道是表示什么 因为我非他们不能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个想法 不过也不外是感到后悔没有老老实实去改造 或者自我安慰一下 老子虽然迟出来十多年 但总算是看到大家都出来了 没有让一个落后分子留下来 这难道不是老子们帮助别人的功劳 果真如此 那自然应高桥大拇指 连喊佩服 佩服 我说劳动锻炼比思想改造要容易 这是自己亲身体会出来的 绝对不是关上书房门吐着纸烟圈圈 冥思苦想 编造一套 这些国民党的方面大员 或国民党的重要骨干 并不像五六十年代一些电影描绘的那样 国民党的将军和大官都是饭桶草包 当然不是没有那样的典型人物 但不都是那样 共产党的侦察人员 随便化妆什么长官 就可以问什么答什么 要什么给什么 一点也不怀疑 直到被活捉才恍然大悟 上当了 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影时 常常彼此悄悄问一声 你是不是这样被活捉的 可能是死要面子的关系 我还没有听到哪一位同学承认和电影中所描写的一模一样 相反 只常听到说 如果真是那样 胜利者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 或者说 今天我还不会是那样草包 十年前我会是那样愚蠢吗 还有些人说的更露骨 如果真是那样轻易打垮了国民党 成百万的烈士要大叫冤枉 他们怎么会死在不会吃人的直老虎口中呢 从劳动中很清楚的看得出 这些过去四肢不动 五股不分 养尊处优惯了的人 要是放下了过去的臭架子 学一门就会一门 谁会相信曾经统帅近百万大军的杜玉明 不但能剪裁缝制衣服 而且是嫁接果木修剪葡萄的能手 代理过山东省主席的第二绥靖一中将副司令 谋中恒能成为首艺高超的理发员 二十五军军长陈世章 洛阳警备司令秋行香等能成为干农活的内行和多面手 当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这些人学什么会什么 主要是从思想上解决了一个问题 人活下来 不只是为了自己 还得做一些对人类 对社会 对国家有益的事 否则奴隶主的皮鞭下 是抽打不出这众出自内心的觉悟和干劲的 说是奇迹也可 说是一种必然的规律也未尝不可 真理总是真理嘛 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的人 谁不愿去多做一点为子孙后代所称赞 而不会被人咒骂的事呢 十个指头都不会一样齐 个别想不通的人还是有 特别是年龄较大 一向有抵触情绪的人 往往会产生想法 没有几年好活了 在争取还不是一名战犯 有这种思想的几个人 他们都得到耐心的帮助和教育 我的日记中曾记下杜玉明帮助 有这样思想的一位同学时 说过这样的几句话 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只要错而能改 总会得到人们的原谅 对于我们来说 战犯只是一个过渡的名词 今后肯定还有一段时间 让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历史写好 都还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 应当分秒必争才不负此生嘛 所以在劳动锻炼中 虽有些人减轻必重 但多数是争挑重担 却没有发现一个公开表示 不接受劳动锻炼的 我们正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锻炼 远没有思想改造的时间长 更没有思想改造时那么困难 曲折和复杂 劳动不劳动可以看得出来 思想是看不见的 不过也不是完全看不出 思想表现于每个人的言行上 一句话 甚至一点头 一摇头 都能表达出一个人的思想立场来 在某种情况下 比劳动更加容易看得出来 不过要仔细观察和正确的分析 研究才能弄清楚 为了能得到抛砖引玉的带头作用 我先来解剖自己一下 再举出几个典型人物 这样也比较公平合理 至少可以避免指责 我只会丑化别人 而专门美化自己之嫌吧 思想改造困难而复杂 我在L1年改造过程中 有不少思想问题 有的已解决了 有的解决得不彻底 有的直到今天 我还没有完全解决 为了不愿占太多篇幅 我只举出三件较为重一点的谈谈 第一我对认罪问题有过不少抵触 那还是在重庆学习时 几个和我间在军统局的老同事指出 我在军统中曾长期从事逮捕 绑架 暗杀等工作 而且还培植出大量从事这类工作的学生 他们认为死在我手中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 爱国青年等是数不胜数的 一开始我不承认我干这些事是什么罪行 因为那些人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反国民党的工作 我当然要抓要杀 因为我如果到共产党统治区去从事反共产党的工作 他们也一样要抓我杀我 这是各位其主 说有罪双方都有罪 无罪双方都无罪 如果国民党不打败仗 我不但是无罪而是有功 至于在我手中杀掉过多少人 我自己是有数的 虽然既不清姓名 大致尚有多少我是记得的 说数不胜数 我认为太夸张了 我当时特别强调 我长期是奉命而行 只有在云南快解放时 由于情况很乱 我来不及警示 也不容许我迟疑 我才自己决定杀过一些人 当然这种思想一亮出来 批核都是不会少的 我是怎样解决的呢 这就说来话长 不是几千字可说清 但也可以长话短说 我最后是由自己做出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既说出又写出 结论是对别人的帮助诚恳接受 并且口服心服 管理所的领导也认为可以了 第二我不承认什么阶级斗争 我只是承认我过去所作所为 是为了国民党和自己的利益 有次在一些好心的同学帮助我时 他们让我敞开思想 谈我是怎样为了自己利益的典型事例 我举出了1949年9月9日晚上 我在云南省昆明市主持的一次大逮捕来做说明 咽次我预计要逮捕400多人 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 一开始 我叫昆明警察局看守所长 腾出十多间大房间准备官人 指挥游行警大队队员 保安警察和宪兵混合组成的20个小组 按名单去搜捕 不一会看守所长来向我报告 说十多间房间已经满了 睡下去连身都不能翻 我桌子一拍我抓他们是来坐牢的 坐牢就是坐着 谁叫你让他们睡大觉的 所长低着头走了 一会又来报告 坐也坐不下了 站 我只回答他一个字 不一会他又来报告 站也站不下了 不能再抓 没地方可以关了 我略意考虑便叫他把所有的强盗 小偷流氓 扒手等刑事犯全部释放 腾出房间来关政治犯 他站着不走 如如的说 要是那样做 整个昆明的社会不是乱成一团糟 我猛的站了起来 大声呵斥他 快照我的命令去办 释放刑事犯只是乱了社会 乱不了国家 强盗抢不了你也抢不到我 政治犯是要我们的政权 要我们的命的 不执行马上枪决你 我像说故事一样刚说出来 站在一旁听我讲的管理员立即指出 你不承认有阶级 也不承认有阶级斗争 这就是最生动最具体的一场阶级斗争 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 你可以好好想想 我听了好像明白 又好像不太明白 散会时却来了一个节外生枝的小插曲 事实证明自己非无产阶级 由于平日管理人员在我们学习中有争论时 一般不马上下结论 因为一座结论 许多人即使不服气也不便 说不敢更确切些 再去批斗那些他们认为的顽固分子 又少了一次他们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 他们对我不承认什么阶级和阶级斗争 原来准备至少六七个半天 尽管理员这样一说让我好好想想 就可以收场了 偏偏我这头还保留不少牛脾气的湖南 罗子常常不信邪 不懂就不懂 不通就不通 正当他们感到有点遗憾 没能按照预定计划逗我一星期 太便宜了 我却在提起小板凳准备回到寝室去休息时 冒出一句 今天我也变成无产阶级了 放屁 你配做无产阶级 你还胆敢污蔑 侮辱无产阶级 你这道道的的不折不扣的大资产阶级 还有几位正在准备好蛇剑唇枪 向我猛攻狂袭时 我把手一摆 抢先大声叫了起来 今天我洋房 汽车 黄金 甚至一家老小都没有了 只剩下光棍一个 筷子一双 还不算是无产阶级吗 自然 这更是严重的思想问题了 这就得加上一倍的时间来批斗我了 说也奇怪 这回是管理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去和我谈了一个多钟头 他当场宣布 这是一个认识问题 由他帮助我 他和我谈的主要方面 是说明两个阶级的不同点 从出身 人生观等 谈到在国内革命和世界革命中的立场 观点许多方面的不同表现 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等 这里就不详谈了 我虽然没有对这一问题做过书面及口头的检讨 成疑我冒充无产阶级 但从多年的事实的确使我认识到了 我称不上是无产阶级 1960年我得到特赦后 报上曾经称我为爱国人士 在1949年我被人用枪口顶在我腰上 而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的档案 卢汉把它压在云南30年 后来因管理档案发现而承认我的起义 1980年岁把我改为起义将领 家属也成为革命干部家属 这几年我又成为知名人士 由于我不参加任何民主党派 又成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了 有了这么多的光荣称呼 却还不能称无产阶级 我又有点犯老毛病了 可能由于我不仅工资高稿费收入多 国外亲友常有馈赠 我家早已全部电气化和有不少存款了 既然资产阶级的帽子早摘掉 那么我今天究竟算什么呢 我想了很久 便自己给自己加上一个 我认为恰如其分 既不属于剥削别人的资产阶级 又还不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 那就算是有产阶级吧 冒死就代曆成今日罪证 我的第三个思想问题 是对多年培植过我的军统特务投资 代曆的私情未能忘怀 虽然他过去带着我干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工作 我认识到那是不易得到人民原谅的罪行 但他对我曾经是那么照顾过 私人间的感情总是无法能一刀两断的 每到他摔死的那天 我常常提醒在一起改造的军统老同事 今天是3月17日 下文不用说 谁都知道我是在怀念戴力 绝大多数的人总是劝我不要谈这些 怕我犯错误 但也有那么一个比我们进步几寸的 便在小组的生活检讨会上 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 并接我的老底 说戴力的飞机失踪后 蒋介石决定要派一名将级人员 持他的首令到解放区去营救戴力 别人不肯去 只有我愿前往 因为估计飞机一定迫降在解放区 所以毫无消息 如果降落在国民党统治区 绝不会联络中断 要去解放区是很危险的 还要从高空跳伞下去就更危险了 抗战胜利后 大特务都发了不少接收财 我也不例外抢到了大城市的洋房汽车 可以想想胜利后的快乐日子 但出于私情 我不管家人的拦阻决定要去 后因情报不灵 从事与情报等特务工作的 偷偷摔死在首都南京附近三天才发现 我才没有去冒险 但这也足以构成批斗我的最好材料 何况我还在提醒别人不要忘记 它是3月17日摔死的 这件事当时十分出我意外 我是做好了一切最坏的思想准备的 结果竟是由管理所的负责人指出 只要不是承认戴利过去反共反人民是对的 而去称赞他的这些相反 还能批判这些东西 只是在私情上怀念 这不是什么严重错误 共产党允许子女对反革命父母 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后 私人间还是可往来 这在当时还是第一次 很出人意外的处理这样的严重思想问题 使许多人都感到奇怪 不过叫我以后至少不能再去提醒别人 今天是3月17日 自己怎么想坐在自己心里 不要去影响别人 这点我当然可以做到 一个军统大特务在和共产党打交道时 毫无疑问是要经过考验的 同样我也是要注意共产党人说过的话 是否能兑现 在对待戴利这个问题上 我不但在我特设时的思想总结上 把它如实地写了上去 而且在去年我写的回忆录 在香港净报文化企业公司发行时 叫大陆生活30年夏季第二 第三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发行 我这30年第183 184页 上面都详细地写了 我1963年3月间去南京等地参观时 我专门去领古寺看了戴利的坟墓 除吴智辉写的墓碑不存在外 墓还是完好未动 因为是我亲自主持修建的 当时就怕人恨它而毁坏 所以是用水泥砂石搅拌在墓穴 使棺墓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为几公尺厚的一大块 我仔细看了一遍 完全没有动过 我在这一段文章中特意表达了我对他难以忘怀的私情 我女儿在给我整理时 竟大吃一惊 她笑我有点老糊涂了 怎么把这些只能放在心里的话也写上去 她正准备把这一大段图去时 我坚决不同意 她有点担心了 送去审查能通过吗 试试看 我蛮有信心的回答 说坟被挖是闭门造车 当送审稿退回时 我急忙翻开这段一看 全文一个字都未删去 这反而使我感动的用手按在原稿上 久久说不出话来 因为前几年我看到香港一本刊物上 有一位老同事写了一段 与我完全不同的情况 她说南京刚一解放 南京人民就把戴笠这杀人魔王的坟挖开 对他进行鞭尸以泄恨 这种闭门造车的写法真是漏洞百出 南京刚一解放 人民要做的事可以说是干头万叙 即使把这种事当成头等大事 也不是一下能挖开的 共产党都宽恕了的一个死了的老上司 何必要再比肩下来鞭挞一下已烧焦了的尸体呢 我估计这位老同事可能在戴笠下葬那天 他和某一位县太爷一样 一听人禀报 府台夫人的夫人死了 便马上吩咐备辈教 连午饭也来不及吃就要去吊笑 刚上教又听人禀报 不是府台大人的夫人死了 而是府台大人死了 县太爷便立即下轿吃饭 自然还照样来三杯 可能是戴笠下葬时 这位老同事因吃饭喝酒 未赶上飞机而没去 未能亲眼看到那坟修得那么结实 绝不是人民 当然是指老百姓 不用炸药而能挖得开的 也有可能贵人多望 挖坟掘墓在南京确实有过那么一次 那是抗日胜利后 不是解放后 时间是1946年1月21日深夜 由国民党74军的51师工兵营 在军长岳维达和陆军总司令部 工兵指挥官马崇六等的指挥下 奉命将汪精卫埋在南京明孝陵附近梅花山坟墓 用150公斤TNT炸药炸开 也没有鞭尸 只是用火连棺木一起烧掉 执行的人只在汪精卫穿的马挂 几带内搜出一张三寸多长的白纸 上写魂西归来 下款署名陈碧君 可惜当时他们把这一张 由日本招魂归来的纸条撕掉了 如果保留他几百年 不是可以和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情书 贝多芬的手稿 以及彼得大帝醒过鼻涕的手帕 一样拿到英国美国的拍卖行去高价出售 不是可以给后人留下一笔不小的遗产吗 王陵云爱谈往事 举止非文官 貌不似将军 我从重庆战犯改造所转到北京的第三天或第四天 发现挑犯的几个同学当中 有一位穿得与别人不同 别的最多衣裤上有两三个补过的地方 而他的衣裤上却有五六储之多 还有一两处是大补丁上又加上小补丁 不用问 一看就能知道这是一位节约标兵 我从他的举动便肯定他不是一位文官 除了他那一身气力与粗犷豪放的动作和言语外 几位大文官我差不多都认识或见过了 而这一位细看那一副眉浓眼不大的面孔又似曾相识 但一时却想不起来 我不愿用不尊敬他的话来形容他 但总有一点望之不似将军的感觉 我怀着一种好奇又急于想知道此君是谁的心情 悄悄问了一下军统老同事郭旭 他是一位非常忠厚的财神爷 他在军统一向主管经费 北京监狱中的老资格 1950年我和他在昆明监狱分手后 他便被送到北京 他的代号是107 可见其年资之老 连杜玉明都远不如他 杜边为201 我和许多从1956年调到北京的都数00多少 这可能是区别那些老同学的最明显标志 当我从郭旭口中打电到此人是王陵云时 便立刻想起我还与他有过两面之缘呢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46年7月间 是曾经轰动过全国的民主人士李公浦和明诗人文 一多在昆明被人暗杀后 那次我随同刚刚走马上任的警察总署署长 唐纵一道去侦破这一案件 开始连蒋老先生也弄不清 而气急败坏的从庐山打电话到南京 则问军统头子毛仁凤 为什么干出这种引起全国人民指责的蠢事 这件暗杀案的确不是长于爱搞这一手的军统特务干的 大总统还没有选出来 宪法也没有颁布 谁这么没头没脑干出这一打草惊蛇的笨捉够当 连毛仁凤也猜不透 为及早弄清真相 以应付以下全国哗然的舆论 只好派出负责全国治安的头头 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自出马 这总不能不说是对此案的特别重视 可以让人民少安无躁 定有平息民愤的交代了 唐纵是老军捅头子 戴笠多年处心积虑筹划的掌握全国警察大权的单位 因戴笠摔死而落到他头上之后 真是喜从天降 不料刚一上任 连总署的人事安排还未就绪 就碰上了这一棘手的大案 大有或自递来的苦恼 他在南京与毛仁凤一商议 决定先飞重庆 那时我正在重庆处理军统合中美合作所的财产 武器等 接到毛的电话 便把唐纵接到戴笠在重庆的一处豪华别墅 他便选好在重庆准备去南京还没走成的原军统人事处长 后任军委会由行检察处长的李肖白 以及在军统中负责过行动工作 专稿逮捕 绑架 暗杀等 的政修员 许建业和我四人随同他去昆明 这位老谋深算的特才特务中之干才也成不愧为军统的领导 他一下飞机 关照我办的第一件事是叫我立即去军统在重庆的看守所中 挑选两名违犯过军统纪律的犯人带到昆明 让他们出面顶替暗杀李 文的杀手 不问其罪行大小 只要在公审中承认自己是凶手 并且吞吞吐吐的暗示出和CP有关 但又不能承认是CP 这样不但可使全国人民皆知不是国民党干的 而且意味着是CP所指使 更可避免CP方面要求参加审讯和反驳 所以挑选的人要很适合条件 而已经使用过之后 等到执行死刑时 便可将其他判有死罪的犯人顶替 这两人就可以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担任较好的工作 真凶乐逍遥 王凤好韭菜 我按照这一指示去看守所挑选 只有一个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私书的王某和事 他很胆小 怕一旦承认下来 宣判死刑后立即执行 来不及换他 他在军统的时间虽不长 但听到过不少军统常常用作走马换将之类手法 但更会使用气促宝车 他担心被利用后一下把他气了 枪毙了也无法能喊冤 我当即向他保证 绝不会当场执行 一定能有时间换他 可是他还有点担心 直到我愿先写一个证明他是军统人员的纸条让他戴在身边 最后关头拿出来 以防万意外 我还自行做主给他加了五两黄金作为奖金 他才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 我去陪堂纵吃早点 并把只挑选到一个合适的人告诉他 他叮嘱我务必再挑一个才像那么一回事 他说这叫一剑而三雕 既应付了老头子 又平了民愤 还可以重伤一下CP 我们的早点刚吃完 南京的长途电话来了 毛仁凤告诉唐宋 军统云南省站已查出了暗沙里 闻的凶手 要唐马上去昆明 唐一听十分高兴 当然不用再带假凶手去了 当天下午 重庆航空检察所把飞昆明的班机上的客人拉下五个 让我们五人飞到了昆明 军统云南站长王威等唐到了住的地方 刚一坐下就把暗沙里闻的情况详细向唐做了汇报 谁也没有想到 此事竟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奎张派人干出来的 凶手由主持此案的情报处长王子民率领 一行三十余人连同凶手们的家属 由霍娇与第二军军长兼颠西警备司令王陵云 安置到大理后山无为寺内 用好酒好菜招待着 霍与唐是湖南陵县小同乡 向游往来 唐便亲自去找霍商谈 霍一口否认他知道此事 反过来请唐代为破案 谈了两天毫无结果 云南省警务处长向唐报告 王陵云已由大理到昆明 可不可找王从侧面试探试探 唐便和他出面请王吃饭 请帖送出后 很快 王陵云便到李家找李 我和郑修元 许建业都住在李家 只有李肖白陪堂住在附近上海 大营造厂老板陆根全家中 由于李不在家 我便接待了王 王表示因第二天一早又有事 要回大理堂 李请吃午饭 他无法能赴约 很显然 这是霍奎张 怕他嘴不闻 在这些特务头头们面前 喝醉了吐出真言 把他撵回去了 死求顶真凶主犯升官去 第二次我和他见面 是1949年 他新任河南第一路 挺进军总司令后 在重庆见毛仁凤 请毛派人和派电台 到他总司令部去 恰好我也去找毛 毛留我和王一道吃饭 这样由一次见面 而变成再次见面了 王为人很有点江湖朋友 魏尔 他一听说我也送到北京来了 便到我的房内找我 一见面 彼此几乎都是同样的 这样问一声 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过去我们见面都是那么神气十足 今天都成了劳动者一样 当然应当都有此感觉 不知是他先问我 还是我先告诉他 这都不必去考证了 总之 两人第一次谈话就是理 文案的处理经过 由于军统向老先生 如实报告了 霍奎张氏此案主谋 被找到庐山痛骂一顿 并撤去云南警备总司令职务 虽未查办 但现他交出凶手 他只好抛出开枪打死李 文凶手各异 及总部特务营连长汤石亮 李文山 经各方会审执任不会后 宣判死刑 执行时 他们竟如此无师自通 临时也是从军法处监狱中 拉出两个别的案件 判了死刑的犯人 用酒灌罪之后 往复刑场 沿途戒备森严 枪绝后立即掩埋 而判死刑后 还活下来的汤 李两范 直到全国解放才搜捕出来 当然他们是没有资格 坐飞机逃往台湾 或去海外当御工 只有硬着头皮 再又执任不会一次了 山大王当官官匪分不清 霍奎张为什么无故要派人打死李 文 主要是军人性子太极 他想兼云南省主席 想讨好讨好老先生 因他常常听到老先生骂这些民主人士帮CP而不帮他 所以或变投其所好 不料为时太早 正如1947年在长沙他新建的别墅松庄招待我吃便饭时说的 如果现在杀这些捣乱的人 那就不是犯错误而是立功劳了 虽然为时过早一点 但功劳部上并没有漏掉他 他刚把新居建好 还没享受几个月 掌握湘北军政大权的第16绥靖区司令官的显赫官职 不又落到他的头上了吗 我第一次在昆明见到王陵云时 一听他是第二军军长 便以为他一定是中央嫡系重要骨干 从这个军的番号来看 谁也不会想到是杂牌子 第二次毛仁峰请他吃饭 他刚一走 毛就对我说 这位山大王对我们工作很有帮助 我才知道他是搞过打家解舍债主 所以在战犯所中 我对此人便有另一种兴趣 我没有当过山大王 却很想知道干这一行当的内幕 有天 我和他一同去挑早上的洗脸热水 这只用两个人就行 但要早点去等管理员开铁门领我们去厨房 我们总是早十分钟去等 那天管理员来得比较晚 我们两人便可畅谈一下 王这人却很豪爽 一开口就自己承认是当土匪出身 我连忙说是干劫富济贫的工作 在替天行道 他笑一笑是劫富拉贫 替自己升官发财 我开始有点误会 为是劫富拉贫 经他解释才明白 他劫富人拉穷人入伙 等有了人和枪 经政府一收编就成了官僚 他说河南先当土匪后当官 是正当的出路 许多解放前有名的军人如刘振华 张志工 樊忠秀 孙电英等许多人 都是先当土匪后招安的 如1926年的玉闪干 剿匪总司令刘振华统侠的几万人 都是从土匪中编过来 又担任上剿匪的任务 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官还是匪 当时老百姓叫这些队伍为官匪是最恰当的 因为他们既有官名而又暗中干匪的事 王陵云原名王先菊 河南一阳长渠乡莽庄村人 1929年 在一阳县城防大队长王健招部当队长 后来攻被别的土匪打死 他就当上大队长 并将占领一阳的土匪赶跑 当时的河南省主席万选才为他为凌辱 一阳 平等 自由四线的剿匪司令 1930年编入张芳统帅的国民革命军第20陆军 不久又编入国民革命军32军送天财部 任第三师师长 1931年 张芳率领他们这些军师长去汉口 建了蒋介石总司令 每个师长都得到500块银元的赏号 王灵云有次问我 过去与土匪打过交道没有 我告诉他 抗战开始不久 我20多岁时任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 司令唐生明是有名的花花公子 很信任我 由于轰炸重庆的日本飞机经常打从常德等地经过 有时把在重庆没有扔干净的炸弹 顺便向常德丢上一两颗 有时也派一阿架飞机小炸一下 常德等严动停湖的县城 几乎天天放空袭警报 司令官便带着如花似玉的大任 标准美人徐来住在离城十多里的黄土坡 后来连司令部也搬到那里去了 城内只留下稽查处担任治安工作 一年多后 警备司令部撒销 把稽查处改为常德军警稽查处 仍有我任处长 这两年多时间中一直是我在负责维持城区治安 我原来想把我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的一套办法搬到常德 有一个老资格的组长告诉我 湘西土匪不但多 而且敢于攻打中小县城 最好不要得罪他们来一个官匪协定为罪上策 我开始很不以为然 由于少年气盛 加上有军统坐后台 不肯听他的 直到商会会长等地方士绅们也一再劝我 应当与土匪们有一个默契 保持井水不犯河水 可保长德平安无事 既有这么多人说 我不能不调查研究一下 才知道在湘西的大谷匪除陈渠珍外 还有两谷人数上万的渠博街和鹏叫驴子经常在附近活动 王灵云一听我说出鹏叫驴子 感到十分惊异 他忙问我 怎么你们那里的土匪没有黑话 而直呼其头儿为叫驴子 我问他 你们那里的黑话把驴子叫什么 他说 我们自己把当土匪叫拉杆子 马叫做狮子 驴叫鬼子 狗叫皮子 老百姓叫林子 如听到狗叫 便喊皮子炸了 老百姓追上来 叫林子发了 被劫女学生愿当债夫人 我告诉他 湖南人把爱玩弄女人的男人称为爱叫的驴子 不是尊称 这头叫驴子的部下还给我添过一次麻烦 但也很够朋友 原来我和土匪们有意协定 虽未行之于文字 却是一言为定 他们保证不到常德城内来做生意 抢劫和绑架肉票 但是到常德采购物品或向逃兵逃官购买枪弹等 我不能抓 他们也不在常德郊外活动 这样本可相安无事 不料那头叫驴子的部下蹂躏了农村拖大辫子的小姑娘和书巴巴头的年轻农妇还不满足 而看中了城内穿白衣黑短裙的女学生 那时许多从江 这晚 干等省向大后方迁逃的学校 学生常通过陆路经湘西去贵州 四川 彭叫驴子的部下便带人埋伏在公路上 把满庄女学生的两辆大车上的女学生全部劫走 发生结案的地点虽不在常德县的范围内 由于这些学生的家长告到湖南省的保安司令部 当时常德警被司令部已撤销 我是常德军警警警察处长 本来可以不管 但由于我兼了湖南第二区保安司令部的侦查组组长 第二区是管湘西地区的 所以省保安司令部命令我一定要把这些被劫走的女学生营救回来 我只好派我手下那个与土匪们有往来的组长去设法 三天后 他向我回报 彭叫驴子的部下说不使我为难 同意把女学生送出来 条件是每一百发七九步枪子弹换一个 那时我正从桃园附近的小河中没收到一些渔民捞到的一批子弹 那时军政部的一只木船翻在河中 他们只把一些贵重器材捞到后面走了 渔民们打鱼石捞出有几千发子弹 被我派人没收了 我带的稽查员和士兵都是短枪 所以用不上 我便满口答应下来 谁料把子弹送去换人时 除了有三十多个女学生愿意回来外 还有十二个居然甘心当压寨夫人不愿回来 这就大出我的所料 据去的人回来告诉我 彭叫驴子的部下抢到那些女学生后 大摆严席庆贺 那个头目自己先挑了一名体育老师和两名篮球健将 他手下的九名队长每人挑一位 其余则交给魏老所 让别的土匪去享受 那个魏老所原有四十多农村妇女 都是彭叫驴子的部下玩过后感到不满意 然后送到这里的 那十二个当了压寨夫人的学生 每人都写一封信交去的人带回给他们家长 表示不回去而怨过那种强盗生活 我便叫去的人除安协定一百发子弹换回一人外 多余两千多发全部送给彭叫驴子的部下 希望他们不要再给我添麻烦 彭叫驴子的部下非常高兴 便叫人带一件礼物给我 以示礼上往来 您当土匪头不愿当军长 这件礼物虽不是西式之真 但可以称得上是罕见之物 说出来也够害人的 这是用人皮蒙的一副马鞍 脚灯是银制的 据说一张人皮还不够呢 他的缰绳是从人的大拇指 一直拉到大脚趾才够制成这条缰绳 在龙头套上相有满满的大拇指甲 看来令人毛骨悚然 连我这个过去长期干过绑架 暗杀的人也感到有点儿惊异 据说使用这种人皮马鞍 在土匪中做第一把交椅的采购资格 我既不想当山大王 也不能公然骑着 有这种鞍子的马在大街上去 所以是也亦有试过一次 后来给找母亲知道了 这位天天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大发脾气 令我立即把他伸埋到地下 还叫烧香烧纸 这些被土匪杀掉海包皮的人总算最后享受了一次香火和祭奠 王陵云认为两省土匪有许多不同之处 他说在河南先当土匪后当官虽一样 但却分为流窜与割据一方两大类型 他是属于流窜一类的 即南边收了南边去 北边收了北边游 南北两边皆不收 黄河两岸度春秋 他们是哪里丰收了就窜到哪里去享受 除了解决吃穿住等外 看上哪家的姑娘 媳妇漂亮时 派人去通知一生 准备去过夜 谁要违抗不从 一般是去抢光但不杀光 有时是砍去这家人的家长手脚 以示警告 所以大都是宁可受侮辱不敢违抗 也许是说得太高兴了 不知怎地 他竟脱口而出 我认为过去当土匪头子 比我后来当军长师长还要舒服得多 他的这句话刚一出口 连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时 他马上意识到 此时此地说这种话 该当何罪 所以他立刻改口说 我过去当刘匪是危害过不少老百姓的 现在 我连忙把授一摆 今天不是开思想检查会 甭来这一套 后来他还是和我谈过一些战地未亡的土匪情况 那比当刘寇要安定一些 但也要费神费事得多 没有当刘寇简单痛快 他举出河南有名的内乡土皇帝别庭方为例 别在内乡 振平 邓县 浙川等县割据称霸多年 公然敢与国民党和南省主席对抗 实际上是在省政府的包庇下 暗中分享别庭方从老百姓身上剥削来的大量财物 这样假手于人 以免自己直接出面 所以别庭方能在那个地区当土皇帝二十多年 到抗日战争发生时 南洋行政督察专员朱九营还保举他担任了河南省第六区自卫军司令 实际上他还是那个地区的土皇帝 不过加了一个更好听的官名 事关又是匪奸杀奸强霸 王陵云对这个土皇帝多少有点羡慕 也有点嫉妒 他说别庭方挖空心思想保持住自己控制的地区 他对外也搞宣传 叫什么惋惜自治 实则是由他为所欲为 后来他统治的地方扩大到完属十三个县 鱼肉人民任意宰杀 没有人过问 开封的一家报纸大同报曾刊载过 别庭方对他管制下的老百姓揭发过他的罪行的 就七遇一代被他满门杀绝的有七十三家之多 王陵云还能被送出当地老百姓暗中流传的一首民歌 别庭方搞得惋惜自也 全凭奸杀强霸四个字 哪家百姓不遭抢 哪个美女不受奸 啥时能除别庭方 凉水荡饭心也干 我当时匆匆记下来 还有几句没能记上 不过也由此可见其凶狠残暴了 我问王陵云 知不知道后来别庭方是怎么死的吗 他说谣传很多 因为他离开了河南 没有弄清楚 我倒给他补充了一下 因我听到军统局在河南工作过的老同事告诉过我 抗战开始后 魏力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 派其旧部报庚接替朱九营为南洋行政专员 他走马上任第一件事是把前任扣押起来 说朱九营勾结别庭牢 搜刮老百姓 要严行查办 这个胆小如鼠 又爱财如命的人 吓得魂飞天外 为了免死 只好把别庭方送他的钱分一部分给了报庚 才被释放出来到洛阳向魏力皇报道 魏的几个部下又把他囚禁在一间小房子里 恐吓他 说司令长官要枪毙他 朱又只好再拿出笔钱来 总算买回一条老命 电灯炮不亮把开关带来 鲍庚收拾了朱九营 又准备收拾别庭方 他先把别的侄儿南洋民团司令别光汉叫去告诉他 现在抗战期间 军事第一 军队要集中使用 南洋民团司令部所有部队立即交出来 司令部也撤销 还叫他告诉别庭方 把他统帅的民团也集中听后点边 连兵工厂也要一起交出来 别光汉回到内乡把这一情况向别庭方一说 别当场气的吐血 他本想立刻和魏力皇翻脸 又估计打不过魏力皇一战区几万大军 他知道魏力皇不像刘志一样同意和他分丧 不敢轻举妄动 后来魏叫他去洛阳 召见他时又训了他几句 回来后更是气上加气 1940年初便这样气死了 当时外间谣传是魏力皇请他一饭时下了毒药毒死的 其实魏力皇根本没有请他吃过饭 而且他回内乡两个多月才死去 当时魏还没有那种可言到两个月才发作的慢性毒药 王陵云听我讲完后十分高兴 说他一直弄不清别庭方死去的原因 经我一说一才明白了 我看到他听这些往事津津有味 还希望他多告诉我一点河南土匪的事情 我又讲一个湘西土匪闹过的笑话给他听 这是一件真的事情 有次彭叫驴子和曲伯接两股土匪合力打下湘西大县园林后 他们看到夜间电灯那么亮 虽然不能在电灯泡上吸燃香烟 但看东西非常清楚 那时园林没有工厂 白天没有人用电 只有黄昏后居民才用电灯照明 所以白天停电 一到夜晚灯就亮了 后来国民党派兵团公园林 他们撤走之前 不少土匪把电灯剪下带走 一回到他们的山寨立刻把电灯悬挂起来 可是一到夜间电灯没有一盏发亮 他们百思不解 还是彭叫驴子见多识广 他进城玩过妓女 看见人开关过电灯 他便宣布 这次太匆忙 走时H把电灯带出来 没有开的东西 灯怎么会发亮呢 人家这才恍然大悟 说下次打进城时 千万不要忘记把和电灯装在一起的开关也带出来 山大王无兵王灵云被俘 我爱说笑话 而且说得别人笑自己能不笑 正当王灵云和在旁边的几位同学笑过一阵之后 我还希望听天王灵云讲河南土匪时 却接到旁静谱递给我一张小纸条 我回到寝室悄悄打开一看 上面写了这样几句话 不管一个人说得多好 你要记住 当他说的太多的时候 终究会说出蠢话来 他是抄了大众马说过的一句名言来提醒我 是的 我说的话太多 而在那种场合中 说的太多就会说出一些泛诺勿受批评哀斗的话 我当时十分感激这位同学对我的照顾 所以我看完之后 恭恭敬敬地交还给他 这是表示我诚心诚意领受他的好意 并且绝不会把他这种按原则来说也属于温情主义 仅仅次于落后思想的东西原物凤海 不用担心我去揭发他 他揭过之后也只点点头 把火炉门打开 往里移送 犯人和犯人之间这是一种身后交强的表现 他与一般人要不同得多 不申利期间是不容易理解到的 王灵云是怎样被活捉的 他在第四批特赦之后在北京见到我时才详细告诉我 那时已无任何顾忌 真是能畅所欲言 1949年初 他的部队被打垮之后 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 他估计还可以和当年楚霸王一样 尚能在河南征集到一批子弟兵 跟他一道打江山 与共产党争夺河南 所以他被委认为河南第一路挺进军总司令 老先生召见他时当面告诉他 能收复河南省 则河南省军政大权都归他 收复一个区 一个县 只要立的下足根 也给他一个省的名义 所以他蛮有信心的接受了这一艰难的任务 但毕竟由于时代变了 人心也变了 愿意跟随山大王当了罗的实在少的可怜 所以他带的那一小撮人马 虽有逐鹿中原的雄心壮志 可是一挺进河南境内 很快便全军覆没 他也当了俘虏 我会想到这一段时间